一月以来,国有企业监视会累计实地检查中央企业及重要子企业5684户, 揭示企业各类问题和风险12226项, 集中在违纪违规国有资本权益受损、企业发展风险以及内部控制体系等方面。 为了进一步落实监管责任,国资委内部还新设立了监督一局、监督二局、监督三局, 组织开展国有资产重大损失调查,与监视会形成一前一后的配合关系。 确保全程留痕有机可查,建立报告制度和履职记录制度为核心的监督工作责任盗查机制。 国有企业外派监视会由国务院派出,由监视会主席、专职监视和监职监视组成, 每届任期三年,由于监视会成员和企业之间没有身份隶属、人事和经济利益关系, 能独立行使职权,更好地维护国有资本权益。 目前,新一届监视会已全面进驻103家中央企业开展第六任期监督检查工作。